近期两名中国公民在菲律宾被绑架 支付300万元赎金之后 被撕票一事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7月1日遇难者家属表示 两人是去菲律宾出差时遭到绑架 遇害两人分别属于两家不同的医疗器械公司 原定于6月20日前往菲律宾考察业务 结果在6月24日遇害 此举也透露出菲律宾治安堪忧 而且暗中似乎形成一条黑色产业链 主要针对外国游客 尤其是针对中国人 7月1日我国驻菲律宾大使黄熙连会见多名非方官员 最终达成加强中非执法合作 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意愿 只不过想要短期之内锁定凶手的身份 似乎面临不小的困难 不排除有菲律宾警察再度参与其中的可能性 在6月2日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附近发生绑架案 拦截一辆再有三名中国人和一名马来西亚人的豪华轿车 随后被带上一辆白色面包车离去 其中两名中国人支付31万元赎金之后被释放 事后调查结果显示 绑架者有四人属于菲律宾警察 在2023年10月30日 6名中国公民在菲律宾马尼拉家中遭到绑架 11月11日 菲律宾警方在内湖省一个建筑工地发现两具首部被反靠的遗体 初步确认是中国人 虽然菲律宾在2020年全球法律与秩序报告排名第50位 但是菲律宾的棉兰老岛、苏鲁群岛等地区存在大量武装分子 经常发生暴力冲突、爆炸、绑架事件 按照外媒介绍的情况 菲律宾有多个恐怖组织 比如说阿布沙耶夫集团、菲律宾、伊斯兰国、邦萨姆洛伊斯兰自由战士 其中阿布沙耶夫集团在2010年期间绑架多名外国人 也就是说绑架勒索已经成为菲律宾犯罪团伙的潜在收入来源 从2019年开始 菲律宾不断出现恐怖袭击的情况 2019年苏鲁省霍洛岛一座罗马天主教堂发生炸弹袭击 同年因达南军事基地发生双重自杀式袭击 2020年8月苏鲁省霍洛岛发生两起爆炸事件 2023年12月 马拉威市天主教弥撒期间发生爆炸 造成四人死亡 综上所述 菲律宾的治安确实堪忧 毕竟菲律宾警察都参与其中 这个国家的治安还有什么安全可言 至于菲律宾针对两名中国人遭绑架支付赎金后被撕票的情况 能否在短期之内将凶手抓捕归案也是一个未知数 尤其是6月2日绑架案发生之后 迅速锁定四名警察的身份 如果624绑架案中依旧有警察参与其中 那么凶手极有可能会躲风头 即便是中非联合执法 估计也无法将幕后真正的凶手逮捕归案 如果没有菲律宾警察案中配合 想必这些绑匪也不敢如此猖狂 收到300万元赎金之后还敢撕票 这已经不是简单的绑架 而是赤裸裸的挑衅 面对这种情况 中非联合执法必须严厉打击犯罪 杀死中国人的凶犯必须绳之以法 这就看菲律宾接下来的执法力度了 我温客